各位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我们此前的节目就跟大家讲 当一个人被逼到绝路的时候 他有时候会诞生出一些很天才的想法的 不过个人是这样 国家又何尝不是这样 你看在过去的一个多月以来 西方世界无所不用其极 推出了各种各样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计划 这样一个有用 经济制裁计划 甚至有很多人说 美国不惜动用经济和武器 把俄罗斯大量的银行 剔除斯威夫的系统 以至于大家都担心 说俄罗斯的银布可不可能在一夜之内 再贬值个上百倍上千倍呢 西方世界这么强大的经济制裁 有没有可能把俄罗斯经济压垮压崩溃呢 表面上看真是这样 那西方制裁太猛烈了 俄罗斯中央银行超过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冻结了 俄罗斯国有的企业的个人的 在海外的资产冻结了 西方世界几乎所有的好东西都不能卖给俄罗斯了 俄罗斯经济从此要倒退几十年之久了 然而俄罗斯从从普京轻易的给出了一两条政策 马上起到了反制效果 什么政策呢 普京说西方世界如果今天想跟俄罗斯买能源的话 当然特指那些对俄不友好的国家 你只可以使用融部 你们印的什么美元啊英镑啊欧元 我们通通不认 那些钞票对我们来讲就是废纸一样 确实是废纸啊 我们存了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在你的银行中 结果你说冻结就冻结了 你现在斯威夫的系统又把我银行踢出去了 我想收你的欧元美元我都收不了 而且我收来之后 如果存在你的银行 你再给我冻结怎么办 所以我当然不能收了 那怎么办 你要买我的能源 你就用卢布 你没有卢布怎么办 没关系啊 你可以卖东西给我换卢布 甚至以前我跟你借的钱 我可以用卢布支付 我会让你有卢布的 当然如果你现在非常紧急要卢布的话 你也可以拿黄金来换 黄金是硬通货 我们俄罗斯认黄金 我们不认美元和欧元 很多人都说啊 普京的这个做法 简直是个天才的构想 他打破了我们很多固有的思维模式 以往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什么货币是硬通货 当然是美元了 美元是妥妥的硬通货 以前咱们还经常讲 哪怕是像伊拉克伊朗这样和美国极端对立的国家 在他们国家美元都是好用的 他们可能恨美国 但是他们从来不恨美元 在进行国际贸易的时候 如果能选择 双方肯定尽量选择美元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元是到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用的 所以美元给我们强加了一个踏实硬通货的固有思维 然而普京这一次打破了这个思维 美元好用的前提是我认呢 你跟我俄罗斯买石油 我认美元 我把美元收进来的目的 是为了将来我能再花掉美元去买别的东西 而你现在美国一上来 你就扔王炸 你直接杜绝了我在用美元买任何东西的可能 那么好了 我还要美元有什么用 我还为什么要把我的宝贵能源去换你的一箱废纸呢 所以我反其道而行之 以前不是说美元是硬通货吗 现在不要了 我现在就要卢布 表面上俄罗斯是要卢布 但实际上俄罗斯是意识到了 什么是真正的硬通货 能源才是硬通货呀 你这个美元能点火取暖吗 可以呀 但一箱子美元能生多少火 人家能源不一样 人家石油和天然气是妥妥的硬通货呀 由于我这个是刚需 你欧洲国家必须从我这大量进口能源才能活下去 所以我就有了和你叫板的机会 你想要我的能源是吧 表面上讲是让你拿卢布来买 实际上讲就是逼迫你必须跟我做生意 不可以封锁我 这是另外一层意义上的疑惑疑惑 这期前两天开封会 人家可说了 不行 我们不同意俄罗斯 原来签合同说拿欧元美元买 为什么不履行合同 我们坚决不拿卢布 好啊 你可以不拿卢布跟俄罗斯买 人家俄罗斯的能源又不是不可以卖给别的国家 但是你欧洲各国真的是需要能源呀 所以就在这两天 梵蒂冈人家率先换了价值一千万欧元的卢布 然后跟俄罗斯去买了能源 是啊 我这个小国不能跟你们那些大国对抗啊 我这个小国要考虑到我自己老百姓的取暖问题呀 在普京卢布换石油这个天才构想的指引之下 结果俄罗斯卢布的汇率这两天狂涨啊 很多人说是不是再过两天要涨回到战前了 西方世界盼望的那种卢布巨浮贬值 俄罗斯境内通货膨胀 物价飙涨 民不聊生的情况根本就没出现过 甚至俄罗斯有人现在提另外一个建议 他们说你看我们俄罗斯是物产很丰富的 我们向外出口大量的军事武器 能源 粮食 这些都是硬通货呀 俄罗斯的石油 俄罗斯的天然气 俄罗斯的小麦 俄罗斯的大豆 俄罗斯的农副产品 欧洲都特别需要啊 既然这个卢布换天然气很好用 为什么不把它推而广之呢 俄罗斯有议员现在就建议 干脆这样吧 以后任何一个对俄不友好的国家 你要跟俄罗斯做生意 你要买俄罗斯的东西 对不起 你通通都必须使用卢布 别的什么美元 欧元我们通通都不接 从表面上看 这是一个很疯狂的构想 甚至倒退几年 如果有人提出来 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人是疯了 但是仔细想想 这也不是没有道理啊 是你美国先把俄罗斯封锁起来的 货币不让人家用东西 不出口给人家银行 再把人家踢出结算系统 那么被逼到墙角的俄罗斯 自然只能重新搞起 以货易货的贸易了 更关键的是 人家手里这些 还都是硬通货 还都是你需要的 今天欧洲不但面临这个能源危机 它也面临这个粮食危机啊 是欧洲经济很发达 所以啊 欧洲没有多少人愿意种地 没有多少人愿意从事这个 很辛苦的第一产业 欧洲大量的粮食 是从乌克兰俄罗斯进口的 哎 现在人家俄罗斯出口粮食 还没说拿卢布换啊 如果接下来人家说 你买粮食也得拿卢布换 那你欧洲各国尴尬可就更大了 普京的这个天才构想 是给我们很大的启发的 以往我们经常讲啊 说什么维系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呢 两个事情 一个是美军 一个是美元 这一文一武 两大力气维持了美国在全球的霸权 美军现在有点颓势了啊 阿富汗撤军之后 全球都意识到了美国实力的衰弱 到今天为止 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美国也根本就不敢发兵 所以美国两大霸权 美军这条腿先断了一半 另一大霸权呢 长久以来咱们似乎以为啊 是一个无解的状态 因为美元是硬通货 因为我们要搞国际贸易 就必须使用美元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经济的上涨 国际贸易的频繁提升 都实际上在帮助美元进一步 建立它的全球霸权 换句话讲 我们做的越多 我们不光是帮自己 也是帮美国 长此以往 我们是没法打破美元霸权的 而这次俄罗斯提了一个好的方向 就是当你手里有硬通货的时候 你是可以考虑绕开美元的 我这个能源是宝贝物啊 我这个粮食是稀罕物啊 你要买我这个东西 我就不收美元 我就逼迫着你 必须使用我的货币 实际上跟我达成 以货易货的状态 所以表面上 美国的制裁是对着俄罗斯去的 实际上长此以往 会降低美元在全球的霸权 甚至还有很多跟美国不太对付的国家 人家也可以想想 是不是未来我也要绕开美元呢 要知道美国由于有美元的优势 所以长久以来它是非常霸道的 它经常的长臂管辖 当年人家伊朗卖石油 他声声的就说 任何国家不可以买伊朗的石油 为什么他可以这样的霸道 因为他有美元 甚至在这次制裁俄罗斯之前 很多国家都担心 美国可以随时随地用 Swift这个金融大杀器 金融核武器 很多国家就担心 用在俄罗斯身上的手段 未来有一天会用在自己身上 而俄罗斯 很好地帮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 说不准 这真是一个抵抗美元霸权的好方法呢